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要做的这个demo呢 实际上是具有动画的效果的 那么这一节呢 我们就来讲一讲使用converse 制作动画的一些基础内容 在这个课程里呢 我向大家介绍一个制作动画的一个最简单的架构 就是使用setinterval这个方法 那么setinterval这个方法呢 里面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呢 传入的是一个匿名函数 表示在每一帧的时候要做什么事情 第二个参数呢 传用一个时间单位是毫秒 表示的是每隔多少时间执行一遍这个匿名函数 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使用setinterval 就可以构建出一个逐真的动画 其中的帧率就由这个时间所控制 在这里我写50毫秒 那么一秒钟呢有1000个毫秒 所以这样一个动画呢 帧率就是20 但是事实上这个计算并不准确 这是因为这个匿名函数里面 执行的内容效率不同 不见得能够在20毫秒里完成所有的动画的绘制内容 那么这个呢 其实是动画领域的一个更高级的话题 我们在以后的课程里呢 如果有机会的话 会向大家更深入的介绍 更加精确的动画的绘制方法 在这个课程里 我们就使用setinterval就好了 那么对于这个每一帧执行的函数 通常而言要干这么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 是绘制当前的画面 第二件事情呢 是根据绘制画面所需要的数据结构 对数据结构进行一定的调整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看 我们这个倒计时的例子里 怎样使用这个setinterval 那么首先原来的程序里 我们只是render 那么在这里我们使用setinterval 该写成这个样子 在这里我将使用一个新的函数 叫做update 对当前的数据进行一个调整 那么下面呢 我们的重点就放在 如何实现这个update上 大家可以再仔细分析一下 我们的demo 就会发现 其实这个动画比较复杂 它主要包括两部分的变化 第一部分呢 是时间在逐渐变化 第二部分呢 就是时间的变化 产生了许多彩色的小球 这些小球产生了物理的运动 这样的一个动画效果 那么在这一小节里呢 我们先处理最简单的时间的变化 大家分析一下 可能就会觉得时间的变化呢 应该其实是很简单的 如果我们不用这个update呢 直接在绘制render的时候 取得当前的时间 然后进行绘制就好了 那么大家这样想呢 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呢 为了我们这个程序的结构 我们还是把时间的变化呢 放在update里 同时这其实也是为我们下一步 随着时间的变化 产生彩色小球的动画 做一个准备 那么在这里 我的主要思路是这样的 首先声明一个新的变量 我管它叫做 next showtime seconds 注意在render里头 是绘制 cursial time seconds 这个变量所表示的时间 那么在update里呢 我看一看下一次要显示的时间是多少 那么具体呢 仍然使用我们之前定义过的 get current showtime seconds 来获取这个秒数 之后我们看看 我们下一次要显示的时间 和当前显示的时间有没有变化 一旦有变化的话 我们就改变cursial time seconds 那么具体我们还需要对 next showtime seconds 这个秒数进行 十分秒的一个分解 这个分解呢 不仅有助于产生这个时间变化的动画 同时呢 我们后续每一个时间点变化以后 相应的时间点产生这种小球的变化 也需要这部分解操作 那么这个分解操作呢 其实和我们之前介绍的呢 是完全一样的 那么在这里我复制下来 我们取得next hours next minutes和next seconds 同时呢 我们根据当前的cursial time seconds 可以取到呢 cur hours cur minutes和cur seconds 这样一来 我们就可以比较这两个时间是不是一样了 具体的比较 这个next showtime seconds 和curial time seconds是否一样 其实只需要比较秒数就可以 所以在这里头呢 我们只要看看next seconds是否已经不等于这个cur seconds了 如果已经不等于了 那么我们当前的这个curial time seconds就需要变化 变成我们刚刚算出来的next showtime seconds 这里大家可以想象 一旦这个变化产生了 那么在这个setinterview里 下一次执行render函数的时候 在render函数里会自动的对这个curial time seconds进行一个分解 从而显示新的时间 这里大家还需要注意一点 由于我们产生了动画 那么在converse中进行逐针动画 每一针的时候都需要把改变的对象进行一次刷新 否则的话之前的一幅图像和新的图像就会叠加在一起 为此呢我们介绍一个新的函数 这个函数呢叫做clear rect clear rect对一个矩形空间内的图像进行一次刷新操作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对整个屏幕这个矩形进行一次刷新 这样我们时间变换的动画就已经做好了 下面我们来看看次时程序的运行效果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此时这个时间已经动起来了 一秒一秒的逼近我们之前设置的end time 那个倒计时的终点 是不是非常酷 那么下面我们就要为这个demo加上更加绚丽的 每一次时间变换都有数个彩色的小球飞出的物理效果 那现在就让我们进入下一节的学习吧 感谢观看